好在中央職棒的这个台湾大赛总冠军战 今天上迈入第二战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 中信兄弟就以10比4击败了统一师队 那在今天下午又是统一师的机会 他们现在正在场中来练习打击 那其实待会大概5点的时候开赛 那在今天呢预计会有超过32000名的球迷涌进 那可能接下来实体票开放之后 也会有目标的球迷 可能在把握最后的时机 赶快进到场内来欣赏这场重要的第二战 那其实在昨天呢 那大巨蛋里面涌进了超过4万名的球迷 其实这个兄弟兄弟的总监 刚刚在赛前被问到的时候呢 平野他也说了 其实他非常喜欢台湾的应援气氛 那包括兄弟的游记手江坤宇 也说昨天这个应援之下 感觉整个大巨蛋都像是兄弟自己的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听到县民朋友们大家大声的吶喊 那我们自然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就是感觉整个球场都是 我们自己的这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蛮谢谢球迷背后帮我们加油那 圣骑士本来就是一位很好的投手 然后对我们的成绩也不错 那大家我们都有一些开会啊 一些禽兽会议 大家都有讨论 那我们也有把我们自己 该准备的准备起来 然后就是在比赛比赛上可以凌场发挥 好在大巨蛋里面呢 象迷的喊话百万象迷的声音显得特别大 那在兄弟拿下第一站之后第二站压力将变成在统一师这边 那今晚间预计将由统一师派出的是圣骑士的先发 对上中信中立的蒙登廖江会是一场很顶尖的投手对决 那在昨天呢其实在大巨蛋里面 也发生了其实有漏水的状况 因为外面是下着大雨 那里面一样也是下着小雨 这样的状况其实已经层出不穷了 所以北市府其实也已经要求了 就是远雄应该要尽快的来改善这样的漏水的状况 如果还没有改善的话 在10月31号以后 他们预计会对远雄来采罚每天10万元 最高罚到30万 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漏水的情况了 以上是在大巨蛋里面的尊敬行